我媽的亂出烤券 我們後半段 我只會等下課前 再來做考驗的方法跟檢討 今天中午 我還是有跟助教職業 也有職業上新的課程 對同學來上課的過程 大家會產生一些疑問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問題 而且方便在上課的兒童 你會沒問題 好 請問你講 沒有人 請問你講 這段子女的職業 還覺得我也在檢討 有問題嗎 當然我每的時候 帶了一些小小小的訊息 他問了問題之後 所以給他一點小小的禮物 但是每次搬来又搬文具 我就在想 这是什么我的问题 我应该怎么问 再让大家回答的时候 不要那个机会 或者是比较有理所 理所当然可以拿到一点点的文具 其实这个都是文具 是选上课 或者是学习的时候 方便使用的 后来我想 以后我问问你 精彩的才去选择 一二三四 那当然最差就是试试题 因为用简答题 我想大家都会不知道 也许是我问的方式不好 也许是很太广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也检讨了一下 为了我的 在课堂上 要跟同学多一点互动的话 我们来怎么做 可以让这个互动的效果好一点 好 那 那 那 对啊 谁进他们王八张不帮我买 你觉得我告诉我 好 那现在我们这次呢 让我们吃过考考的第八张 所以在学习一算 我们只是愿意给大家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有进步进化 那在办法 呃 我们考试期 然后就 没有长大型中心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如果呢 这个下学 这上学期没上了 就有到下学期 看待下学期的课程的重点 重点 那个复杆 或者是它的一个 一个清新的 清新的程度 是远大于上学期的课程 好 所以 上升到之下 下学期的设程会是 比较很难的 好 因为至少上学期的 这个讲的内容里面 至少都有二分之一 甚至有更多 十三分之二分之一 都在里面讲过 然后存过 新录是五分之四 是成功到比较大 而出版里面 已经讲过了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先把 呃 先讲第七张 那我也不預期今天第一次大家可以講的話 我也沒有這樣的色算 那不過呢我們就要先開始 我們上個其實考試前就要完成講完的 我們講過第一次才呢 我們要談四個階段的快遇處理 第一個階段就是你取得了學校的入障位 那取得入障呢 當然第一個你要先去評估 或者是你要去判斷呢 是你要用什麼樣的筷子科目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上上次應該就跟大家解釋過了 上上個禮拜就跟大家解釋過了 你要用適當快遇科目 那譬如說房地產我們不能買房子的時候 因為通常我們是買房屋跟土地 你就不能寫房地產 你就去分別入障房屋跟土地 但是又怎麼入障? 因為我們意見都買的就是整 土地跟房屋一起買的 那你就是看什麼 第一個看房屋跟土地產的相對市價 那台灣來講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可以選擇 也就是台灣來講各個全世界都一樣 土地房屋有公高限值 然後土地有公高度價 好至少可以用這兩個官方的數字 來做你的成本分攤 好所以呢我們說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取得的時候 入障成本的取得 入障的會計處理 那第一個我們剛剛談到的是 你的入障的會計科目 那第二個階段呢 第一個應該講成入障的成本 我們應該講金額啦 這個就是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合理支付 那我們上次談談的比較簡單談兩個啦 一個就是你現金購買或整批購買 像我們剛剛講房地產是整批購買 好 那我們還要談到呢 也因為這樣的金額的決定呢 也就是如果你是自建 自建資產 那自建資產呢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前 如果你有借款 那你的利息的資本的話 你就等到他們金額怎麼算你 這是我們第七章一開始談 第七章我談的 比較新的地方給你重點 那我們這次考試有考 因為我想這個數一點很倉促 雖然這是我第七章講的第一個 至少也是第二次考試的唯一重點 但是我也不敢打邊就放那一刀 做的只算是三分的 好 好 好 那你可見大家考不好 或是你不是處在第七章講 是交新的東西 好 這個我們現在先講 好看一下表 所以我們要談 如果你取得的 取得的資產的時候 有陸上的快速處理 我們現在談幾種狀況 當時我花錢去買 花錢去幹 好 這件事很重要 我花錢 或者是寶貝人幫我幹 我自己幹 都一樣 好 第三種情形呢 是我要談如果是什麼 送給我的 好 那至於人家為什麼送給我 我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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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常我們講呢 基本上不會 你不惜的子弟的慈善事業 所以不會有人莫名其妙的捐贈給你 所以捐贈呢 最主要的兩個可能性的來源 就是古東捐贈 好 那古東捐贈的話呢 我們之前在講法定公司的時候 日經有提過了 古東捐贈 算是資本公司的一項 好 我的投入資本可以翻成古本 你真的那麼開心嗎 有什麼事情嗎 有跟大家分享嗎 沒有 沒有 好 有送給你什麼東西嗎 沒有 好 你想要捐贈你這麼開心 你想到誰是送你這個東西 最有開心的 不能自已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說呢 因為公司基本上來的捐贈的來源 可能會產生捐贈來源有點不得 一個是古東 好 那古東捐贈 然後為什麼捐贈 我們姑且不管他 因為我們要看 他的捐贈 不根據身分別來 好 那古東捐贈 但一則正是希望公司經營得更好 但是我們這個不再去看 能不能經營得更好 這個其實是 在捐贈當時是沒有辦法很確定的 那我比較常常 我們當時這個會計處理怎麼做 所以當有發生股東捐贈的時候 我是借股東捐贈的資產 但資本公司被股東捐贈 然後你說資本公司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股美地下一個股東捐贈 那這個就是這樣來的 那股東捐贈如果是個供應資產 那我入贈一個什麼入贈呢 就是他的功率價值 他在不管那個股東 取得這個資產的成本是多少 公司依他取得這個資產的功率價值來入贈 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的捐贈男友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什麼呢 285頁 你受贈女 就是捐贈你的贈女來源 一個是股東 你會計什麼處理 好 那我們說了他的會計處理是 借資產 代資本公司被股東捐贈 那這個入贈的金額怎麼決定呢 依捐 受捐贈那時候的功率價值入贈 好 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是股東捐贈 那第二個可能的情形是什麼 政府捐贈 好 那你想想看呢 政府怎麼敢莫名其妙地贈女 好 贈女這個 所謂的 也不知道才敢 是名利事業呢 好 基本上呢 如果有發生政府捐贈 好 那一定有什麼 政府相對要求他的條件 好 因為呢 在這個條件完成之前 還沒有 聽說 在這個條件 因為我剛剛講了 政府捐贈的企業一定不是什麼 不會是往常 就是都不會無條件的 那一定會有一些條件 好 這些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 就是你要自己求一些些的判斷 好 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念的大學 我最近呢 其實在看好 都說 講說教育 大學教育 好 那大學教育 不能是一個職業訓練所 我同理 那大學的教育 是要幹嘛呢 那是因為大家有 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好 就是要有什麼批判能力 那我們也不是要去 一定是所謂有批判 好像是 像有一點 那種批判的界 那我舉的有點像 共產黨那個 文革事態的那個 鬥爭 那不是那樣子 是說 你要有獨立思考 判斷實力 好 所以呢 為什麼政府要捐贈 最常有時候 聽到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新聞啊 或者一些消息 那你聽到當下呢 什麼 你有沒有開始覺得 怎麼事情會這樣發生 怎麼會發生那種事情 你要先去想想看 這個事情的 合理性 所以我剛剛就想 為什麼政府會捐贈 政府給捐贈的企業 可能嗎 不可能吧 對不對 怎麼可以呢 這個法律法案上面 這個法案上面 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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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定會要 都不能談戀上了 更何苦你捐贈 是大辣辣的 所以這種一定不會是 無條欠的證 好 所以當企業拿到 政府的捐贈的時候 他一定有 他的相關的條件要求 在條件還沒有滿足之前 你不能獲得收入 我們剛剛講 股東捐贈 你的代方是 增加你的股本 增加你的權益 那如果 除了是股東捐贈之外 其他人的捐贈 包括政府的捐贈 你要承認捐入收入 你要承認收入 因為你無端收到這個東西 好 我們要講說 你拿到這個資產是 怎麼樣去入賬 好 根據你拿到這個資產 要承認收到 受證的資產是什麼 來入賬 但是我來談的是代方 如果是股東捐贈 你的代方 不是收入 是權利的增加 資本公金的增加 那如果資方在資本公金 他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個你去想 我股東捐贈的話 我代方是放在資本公金 第一個你去想 他影響的是哪一個報表 損益表還是資產出價表 現金流量表 哪一個 我只會講三個而已 三權利 當我借股東捐贈的時候 我是借資產 好 如果股東捐贈土地好了 借土地 他一公里叫你入賬 帶資本公金 帶股東捐贈 請問一下 那這個代方的科目 影響的是 三個報表哪一個 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量表 哪一個 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這邊可以送一個 有一次我拿來拿去 好 資產負債表 因為代方是權益性質的科目 好 所以股東捐贈 他不會反應在損益表上面 那我剛剛談到 一般來講 除了政府 那個股東捐贈之外 第二個可能的來源 就是政府捐贈 那我剛剛也提到 除了股東捐贈 是代計資本公金 增加權益科目之外 其他的捐贈 一律都要當作收入 包括政府的捐贈 那個贈禮 或者是一般人的贈禮 也都要當作收入 好 當然我剛剛也講了 一般人不會無故的捐贈 七元 因為你這個東西 慈善失業 所以一般人不太會 但是萬一 好 就是天上跳下來的禮物 人家聽到捐贈 你也可以 你不會拒絕 好 所以呢 公司要怎麼入帳 受贈禮的單位 公司企業要怎麼入帳 那代理證明 贈禮的是什麼資產 借資產 代 好 我剛剛談到了 除了股東捐贈之外 好 可能需要寫下來 就是在贈禮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談贈禮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 第一個 如果是股東捐贈 我就是借資產 奈資本公金 股東捐贈 好 我剛剛講過這個資本公金 當然是影響了這個資產 負債表裡面的權益 那第二種情形 你的捐贈呢 如果是來自政府 或者是其他人 或者是其他人 好 你收到簽證的時候 你貸的是明確資產 那貸呢是什麼 帶的是捐贈收入 好 這個前提是 如果 它就是心情好嘛 然後捐贈給你 沒有任何理由 你沒有任何的義務 那你大概就可以這樣這些 但是我剛剛提到 一般來講 政府呢 好 政府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政府要做這個事情 你一定有什麼 它一定有相對的要求 它一定不會無條件啊 好 所以呢 你先想想看 我先問我 你的條件是什麼 我只要問說 當你的條件未完成之前 你可不可以承認收入 如果不可以承認收入 你必須用什麼樣子的公路帳 它代表什麼性質 好 所以第一個先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這樣問答案已經是 複製欲出了嘛 好 第一個 當政府的捐贈 是有條件的 在你條件未滿足 未完成之前 你可不可以承認 這是你的收入 但不行嘛 我們說不實現原則 你要給賺的 或者是你實現嘛 那剛剛我們剛剛談到 做政府要求的條件 你還未滿足 但是未實現 但未實現的話 做不能承認為收入 因為我們的收入實現原則 好 我們剛剛 我們之前一開始 在學會計的時候 都會講有一些什麼原則啊 假設呢 這其中一個 收入實現原則之一 就是 原則之一呢 就是一個收入實現原則 所以呢 既然我條件未滿足 未完成 但不能承認為收入 它不能承認為收入 你可以承認為什麼呢 好 會計五大要素啊 五大要素 資產付債權益收入費用 我剛剛講不能承認收入了吧 一個 就變成剩下四個 四卷 當政府的補助 它所要求的條件 你未滿足之前 未完成之前 你不能承認收入 那你可以承認什麼 會計五大要素 你去掉一個喔 這四選 資產 負債 權益 費用 哪一個 啊 啊 好 你剛剛說對了 好 負債 好 有點遙遠 好 幫我傳一點韓詩 終於我可以送他一個東西 喔 這是你的後面 好 好 沒錯 我就只能承認為負債 因為我有這個義務 好 我有這個義務 要去執行 要去買足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會稱之為帝顏 你知道嗎 你看到帝顏什麼東西的話 它都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 它如果發現在代方 它就是一個什麼 負債性質 它如果發生在戒方 不過現在換句已經很少用帝顏借項了 它就會是一個資存 好 當你發生在帝顏是在代方的時候 帝顏捐助收入 或者叫做補助收入 政府也可以 好 所以跟政府 我要強調的是 第一個我要告訴我說 政府不會無端的送給你東西 政府絕對不可以 好 辦的都不可以 何況是你的 所以它一定不可能無條件的 就是莫名其妙說 哎呀我這一塊土地送給你 它一定有一些的條件要求 它才能夠把土地給你 或者把資產給你 或者給你錢 它一定有這些要求 那這些要求一定不會 如果不是立即可以實現 不是立即可以實現的話 那你就要承認 你這個就不能承認為收入 因為你會實現條件未滿足 所以你只能什麼 你用不可能的 就是一個付贈 因為你的條件沒有滿足 所以你還富有這個義務 要去把條件完成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承認為 帝顏捐助收入 那帝顏 它就是一個付贈的科目 好 那帝顏捐贈收入呢 會根據你的什麼 你的條件完成的狀況來轉 借帝顏捐助收入 代收入 當你條件滿足了 那你可以什麼 把它轉為收入 付代就減少利益滿足了嘛 好 你的條件 政府要求的條件你滿足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轉為收入 但是如果這些條件呢 它的實現不是一次立即到位的 那你就要分次分年 好 慢慢去實現 慢慢去轉 可以轉它 所以有點像呢 譬如說好了 政府呢 捐了一筆錢給你幹 譬如說好了 政府因為要什麼 要有文創 像台灣 像高雄呢 國俄就是要什麼 文創什麼 聽說那時候 要弄一個什麼 演唱會的事 我不想後來有沒有成功 假設說 政府補助 某一個 好什麼 這個什麼 媒體公司去做這些事情 好 它收到這筆錢之後 它就補助帝顏 因為你要蓋這個 蓋完了之後呢 你要根據什麼 這個房子的使用 慢慢什麼 去用折救 就根據房子的年限 來回轉它的遞延收入 好 所以這個 你看 你要去留意一下 你怎麼去回轉 你要看它要求的條件是什麼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看一下 戶路四 好 這邊先講的是股東的捐贈 然後185頁呢 他說董事長王軍呢 在5月10號用公民價值3000萬的土地 贈給戶基公司作為新建廠房秘用 那土地過戶的手續費是5萬 增值稅是100萬 他已經說了喔 好 這個董事長呢 捐了這3000萬的土地 但是我是裸捐啊 他也不叫裸捐 但是我就捐3000萬 其他什麼費用都跟我無關 好 但是呢公司呢 那因為這個土地增值稅呢 本來是原 土地增值稅是原所有權人要負擔的 那原來所有權人是顯示王軍 但是那個董事長已經講了 我都把3000萬給你 你就幫我付這100萬吧 好 要不然那個 那個我如果是賣的話 當然是一手大的土地增值稅是他負責 而且呢 可是他捐贈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條件 好 那來看一下呢 假設呢我們是125%的繳納所得稅 好 這是要挑戰你囉 那你知道這個所得稅 假設是普通捐贈的話 這所得稅要不要交他條件都給你了 你自己去看斷 好 那你看一下 第一個 好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捐贈土地當學後的公領價值是3000萬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在286頁 我們先管他 我們前面的解是什麼 我們的土地就是3000萬 那第二個 你捐贈呢 你是不是付了一些現金 好 你來過戶啦 還有幫他交土地增值稅 好 所以呢 我交的現金 付的現金有105萬 100萬是土地增值稅 5萬是過戶的費用 好 然後呢 我們剩下捐贈的部分呢 因為哪一天他賣掉的時候 這個土地有一天會賣掉啊 那賣掉的時候呢 你要承認你的什麼 你的所得稅 因為你基本上是 因為你賣掉的時候你的是 基本上我們的所得是收付扣掉費用 它叫所得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因為他的3000萬 他並沒有付任何的現金出去 就他沒有花任何成本出去 所以這3000萬成這樣25% 就是未來如果呢 他這個所那個土地 如果哪一天賣掉的話呢 他就會什麼 他會 他會 他會要繳納的 好 那不過他這個地方呢 好 好 這邊他講說 基本上他這個應該 好 他說呢 這個因為他取得的時候 他也沒有 沒有付任何的成本出去 好 所以等於是他的收入啦 那形式上是一個收入 但是他就是要交所得稅 所以應付所得稅